此日顾鸣霜刚起来 就听见宣府的小司在窃窃私语 顾小姐 你还不知道吧 昨个夜里发生了一件稀罕事 什么事 听说昨个夜里 那林老爷正在红沙帐里头和姨娘翻滚 忽然从天而降两个大汉 把林老爷打得半死不活也就算了 那林老爷 办事的时候受了惊吓 竟然不中用了 今儿个差点没把整个清诚的大夫给叫过去 事也闹得沸沸扬扬的 大家都笑林老爷色自当头半辈子 林到老了 这底下竟然不中用了 可真是个报应不爽啊 知道是谁打的吗 不知道 听说那两个大汉蒙了面 打了人就跑啊 想抓也没地方找去 按小的说 那林老爷做的坏事 一箩筐也装不下 那两名大汉还是替天行动呢 谁说不是呢 顾明生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一转头 发现苏恒景的眼底带着一抹笑意 你笑什么呀 不是在想 林老爷出了事 这下估计是腾不住手来找你麻烦了 你哥哥也能安心去赶考了 明日就是院考了 也不知道这次哥哥到底能不能中 院考当天 顾明霜和苏恒景两人亲自护送顾文君到考场 院考一共是三天 这三日 顾文君都得住在考场里面 趁着顾文君考试 顾明霜也没有闲着 在清城将林老爷的家底摸了个清楚 林老爷叫林海峰 家中有个姐姐 是周府大人跟前的得宠姨娘 给周府生了个小公子 林娘只有林海峰这么一个弟弟 当然是宠得无法无天了 这些年 林老爷之所以能够在清城一手遮天 都是靠着自己的那位姐姐 林老爷又做的是花蜜生意 花蜜在古代可是个稀罕玩意儿 因此她结交了不少权贵 都是她背后的免死金牌 弄清楚一切之后 顾明霜的嘴角溢出了一抹冷笑 哼 当真是官商勾结 看来想要扳倒这位林老爷 还需要费不少功夫 顾小姐 我提醒你一句 趁林老爷还没有回过神来 等院考结束之后 你就带着你哥哥赶紧离开清城吧 他不是你能动得了的人 三天院考匆匆已过 院考当天 顾明霜和苏衡景在门外等候 也没有询问顾文君发挥的怎么样 正要拉着他先回去 转头却遇见了 同样从考场里出来的徐靖元 徐靖元 你 你怎么弄成这样 少在这里假惺惺 四妃婆 有空看我笑话 还不如关心关心你爹娘是不是还活着吧 徐靖元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他也不敢多待 说完话就灰溜溜地落泡 徐靖元 你把话说清楚 要不要我把他抓回来 问个究竟 不用了 哥 我们不回学府了 直接家去 好 继续 老 父 寻 再就